我跟周玉寇就是在公务的往来 相关的新闻需要的时候 我们接受访问 将我们的政策说明清楚 至于在私交 我跟周玉寇一点私交都没有 我们只是在公务上面 一个媒体人 哪一个在执行政策的政务官 需要说明政策的时候 上节目接受社会的挑战 健康的政策是攸关人民的一个 不管是在医疗到长照到照顾 身心灵的健康都很重要 那我看了这个 黄副市长的相关的健康的政策 我想他对于这个 以往科市府在处理我们联姻的 一个的方向跟态度 可能不是很了解 或者准备做一个大型的转弯 这一点他应该说明的更清楚 那其他的政策 不管是长照或是实安 这都是原来中央制定政策 地方在执行的 那至于长照在台北没有办法做好 那可能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在哪里 那如何来解决 我想这都会比较实在一点 那大家可以进一步来做讨论 不知道怎么看说这个周一寇 警角这讲完安他的这个声势的问题 那怎么看说 他科文哲认为说 你现在跟周一寇 中央部手已经太慢了 有那种戒毒的恐怖 所谓的戒毒的一个症候群 应该很痛苦 第一个这个用这种医疗的名词来做一个炫弄 然后来形容一种不存在的一个情况 我想他可能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症候群 第二我跟周一寇就是在公务的往来 相关的新闻需要的时候 我们接受访问 将我们的政策说明清楚 至于在私交 我跟周一寇一点私交都没有 我们只是在公务上面 一个媒体人 那一个在执行政策的政务官 需要说明政策的时候上节目 接受社会的挑战 就是这样 那至于我们这个周主持人 或他节目里面 他需要讲什么主题 那根据他们相关媒体的经验 他们只会安排 不然你会认同说周一寇在节目中呼吁说 票投给陈时中就是投给周一寇 你也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没看到这样的节目 不然他说喜欢周一寇就是喜欢陈时中 这个部分你是新人接受 就是这样会色色爬的吗 没有我就要现在为止 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节目 我也不变评论 不然你怎么看说现在有评论认为 可以说就是因为周一寇的言论 虽然可能会引起中间族群的反感 但是对于巩固基本盘式 反而有助理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不需要用这样的东西 来做政治上的操作 在于选票上面 我们在于是当全民市长 我的目标是全民的政策 希望能够造福台北市的市民 进入更大 小月的消息 短平墙 至于是当全民市长再 False Phoenix 再和我更多的话 我们在已经在此行 的几个月 使用汇数了 最后点阶段的连语 我的老师 我们是在手上的 那这个事 有亚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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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地